你知道我們現場就有一個金釋貨 挖到一個繳完學費 還可以吃吃喝玩樂的東西 這是我繼父 因為他從大陸來 他們喜歡在家裡養藍花 那後來他就在我們的門口 弄了一個藍房 那有一天我就想孝敬他 因為我們的五峰瀑布上面 有很多峭壁 那個峭壁是平常不會有人 就是能上去 結果有一天 你這樣算盜彩國寶 那時候哪有什麼國寶 孝敬繼父這心意不錯 到了五峰瀑布 看到了蛇圈在那裡 去店蛇 然後有人來收 就是來收一斤五毛錢 他就幹什麼你知道嗎 賣到工廠去把皮剝開 油炸當成那個鰻魚在賣 用蛇去抽鰻魚 口感不一樣吧 看多 以前有的還做土龍 有的還炸成土龍 所以我們每天都碰到蛇 所以我就不怕蛇 我把蛇趕走 趕走那裡面呢 就長了一重藍花 我們那時候宜蘭蘭花很多 宜蘭 是隔馬蘭還是個蘭 那我踩回家以後 我就給我爸就是在那邊供養他 結果有一天呢 他中間長出那個金 像金色的一條絲上來 那我爸也不懂 他的朋友來說 你這是金線蘭耶 這很值錢 那我爸也不以為意 然後結果他朋友 把這個消息傳給別人了 結果有一天 那個朋友的朋友來了 來了就是說 跟我爸出說 一萬跟你買 我那時候學費才 學期才繳八百塊 他說一萬跟你買 我爸不賣 他在講 兩萬不賣 三萬 我說爸你賣了吧 哇你路邊挖到三萬 幾年前啦 那時候有一陣子 都是在找 在那個蜂瀑布上找藍花 那因為那個地方潮濕 那個藍花很容易在那邊生 後來那個人更厲害 他會培養 我們賣給他的時候 是一條金絲而已 他每一葉都長一條到兩條 所以他那時候 賺了三四百萬 因為那個他一直在分娘 他三萬的成本 對 然後自己把它分租 分租 然後他 對他有技術 我們沒有那個技術 所以那個 那後來呢 我們家呢 我爸就開始珍重起來 就是說 那個有人來偷 我們村莊裡面 有兩個小偷 要去偷藍花 我爸很先 他買了一隻猴子 還有一條狗 我說你猴子跟狗 是什麼意思 他說 他說總有那個 猴在那邊 可以拳打腳踢 如果有人來的話 結果 隔了沒幾天呢 你看到那個藍房 完了 因為我爸在那邊 種藍花 會把藍花重新拿起來 然後在盆盆 再換盆 那個猴子學會了 他學你爸爸 但是他不會中 他只會拔起來 千房問房 家賊難房 他模仿你很強啊 他一看就懂了 我知道我幫你走 後來就把猴子送走 留一條狗 寧願讓小偷來偷有沒有 對啊 憑小偷偷還長 您說有一種特別的藍花 後來我爸就 我爸就說 他因為賣了三萬塊 他就去買了一種藍花 叫君子藍 君子藍 那君子藍正要開花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搬到 因為你在外面開花 藍房開花不好看 他家裡會凋謝或不開花 就是夫妻家裡那個 有人在發脾氣 他就不開了 所以才叫君子藍 所以他說古人 到了一個人家家裡 要先看那個君子藍開不開花